大大學副校長十一樓市頒發獎狀獎金表揚 文心股王曾巴塞獲獎的同學 此副校長表示大大學僅扣產業埋動 並且忠實大學社會責任 積極協助高中子發展多元課程及活動 推動教育向下扎根 是響應我們理財教育向下扎根的政策 所以在104年 大大學大學公務卿高中舉辦了第一屆 舉辦了開大學生物 目前已經是第七屆 現在已經變成全國的大三 在這個競賽當中 同學就可以通過這種虛擬的股票交易 去了解這種金融市場的一個 然後怎麼樣去操作 每年的古王爭霸賽 是他們非常期待的一個競爭的機會 那我覺得對孩子最大的受益 應該是在108的課綱裡面 因為這些15的課程 可以讓孩子豐富他們的學習歷程檔案 甚至更棒的是給孩子在自主學習這一塊 增添了一個很大的一個題材 所以對孩子的幫助是非常大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再度的感謝 大業大學提供給我們學校這麼多這麼好的資源 這屆古王競賽有200對312人參加 參賽學生在老師指導下表現相當的優異 最後是由陳宇文同學以四十天競賽期間 報酬率112.76% 勇奪第一名 剛開始的時候是先看 跟爸爸一起看新聞還有看財報 然後呢我們有先統整出三個類型 就是晶片跟電動車還有航空的 然後呢這次我主要是用融資的方式 然後我每次在操盤的時候 爸爸都會在旁邊指導我 然後每一支股票我們只要是有賺錢 就會把它賣掉有賺錢就會賣掉 所以就很常換股 然後這次我學到的就是投資理財的觀念 好這是2021年第七屆文新的股王競賽 那這個已經是連續辦了七年 那今年也剛好在競賽期間台股也創下了新高 所以在參賽者呢也是各個都是 但是非常地 績效也非常不錯 大概有三十幾隊都是績效都長大盤 參賽學生可以透過虛擬的股票交易體驗 金融世界可能面臨的風險與報酬 進而建立正確的理財官 大海人新聞流行校採訪報導 中國民間那些香港人全民躁 中國民黨大民主 他們的公共和武衛大民主